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漲跌密碼 來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呢 在跌身電子股領均反彈帶動之下 中場漲310點收入在17301點 全佔料是2609億元 那現在排斥怎麼做解析呢 現場問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是大宇國際投股 張宇鳴分析師張老師好 林俊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瓜 掌握個行為您先請教張宇鳴老師 好 今天漲了310點 大盤跌了將近1300點之後 今天漲310 那或許很多人又很高興了 說真的 如果你沒有看到反彈 你根本不曉得到底誰做錯了 今天很高興的人 就手上套一堆多單的人 假的應該是沒有錯嘛 好 我們看大盤的格局 大盤這一段跌了將近1300點 那我們看今天反彈310點 可是今天這條線收盤划過來 哎呦 上場套的籌碼還是很多 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 那目前在半年的低點附近 這一天是11月5號 目前這條線是11月5號 那你從10月5號畫過來發現 哎呦 那在半年的低點附近 對不對 今天都14號了 那這11月15號 剛好在半年 這半年過去了 沒套牢就這麼一點點 那上面這個都是套牢的 不是嗎 所以這個盤有很棒嗎 當然沒有啊 那今天在新高財列人在幹嘛 含著眼淚帶著微笑嘛 余天牛有一首歌叫 含著眼淚帶著微笑 為什麼 為什麼帶著微笑含著眼淚 跌1300 漲300點還賠1000點 所以含著眼淚帶著微笑 本來賠1300 現在少賠300點 稍微開心一點點 還是很痛苦了 好 電子股更嚴重 為什麼 電子股在7個月低點 電子股這一天是10月15 那如果從這條線畫過來 到今天7個月了 今天14號 7個月過去了 哇 三天沒有套牢了 上面的籌碼 7個月裡面 3天之外其他籌碼全部套牢 那要笑來哭 有值得高興了嗎 今天高興人到底高興什麼 我看不懂 很簡單嘛 這個籌碼 套了一大堆 這是事實 所以很多人 這個在股市裡是迷惑掉了 你不要看一大堆人在講 好像他賺了多少 那鬼扯 賠了都沒講 賺一兩檔賺了 那有什麼好高興的 那你看整體的線型 這是告訴我們 這很多人都套了 而且套得很痛苦 不是嗎 這沒有錯嘛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的大盤 目前四個均線通通往下 年線 季線 半年線 季線 月線 通通往下 這格局沒有改變 三個死亡交叉也沒有改變 那沒有改變 有什麼好高興的 這盤還是非常糟糕了 不過因為今天反彈就很好 那我們看股神系統的格局 一樣 今天反彈 三線走空格局也沒有改變 完全沒有改變 還在空投格局 電子股一樣更嚴重 三線走空的格局 絲毫都沒有改變 那請問要高興什麼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高興的 等於是嗎 好 電子股已經跌破所有均線 跌五成了 這我剛剛講 有人贏股票跌五成 而在跌五成的路上走 這都沒有改變 所以目前這個盤面還是很糟糕的 我想或許你不想聽 可是我講都是真的 那很多人就是 良藥苦口 忠言利耳 你說他手上股票空投他不爽 可是我講個實話 我不會為了討好你 我不會為了作業機 我不會為了收貨員 然後就講违背有良心的話 這是我不會做的 我從上電視到現在二十幾年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這是不能做的 所以我們電子股這格局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那我們大盤目前 今年四個月跌快一千三百點 那跌有一千三百點 今天反彈三百零一點 就像這樣 一千三嘛 對不對 跌一千三了 今天反彈三百 好啦 那我給你三百 你給我一千三 對不對 你可能錯錯邊你給我一千三 那我現在給你三百塊你很高興 好啊 那以後碰到我就給我一千三 我就給你三百 跌一千三百點你很難過 那反彈三百點你就很高興 可以啊 以後你碰到 張艾明來 我給你一千三 你還我三百 好 你又很高興 那你碰到我就給我一千三 我還你三百 我看你會不會很高興 不可能嘛 這盤當然是不對嘛 好不好 這很簡單的道理 那大盤是有什麼撐著 是由金融股撐著 金融股還在創近期的高點 就是金融股撐住大盤 電子股市跌得 慘不忍度 大概是這個情形 好 那我們全球股市在跌的時候 台灣你還能撐多久 你要去想 好不好 台股撐在那裡 其實電子股 因為金融嘛 電子股付出的代價更大 那你買的不是金融 你買大部分都電子股 電子股的比重 目前大概在五成左右 金融股正常大概只有六趴到七趴 所以買電子股很少嘛 買金融股少 買電子股一大堆嘛 大部分都是 還套在電子股上面嘛 好 分析師最高尚任務 變多空 查真相 說真話 很多人不願意說真話 為了這個收回 我覺得這樣不好 分析師最高尚任務 變多空 查真相 說真話 使魔鬼無所遁形 落下我有做到 轉空我一定有提醒 格局不對我也不做多了 我開始反手做空了 張愛銘上電視二十年 這個原則從來沒有改變過 可是你想想看 當股價在高點的時候 我今年的第一張空單 2月7號第一張空單 到2月22 手上沒有多單 全部都空單了 到今天 我手上沒有任何多單 我都是空單 好不好 那我先講到這裡就可以了啦 那我相信如果你的老師 帶你這樣做 你應該是很開心的 你會從套一大堆多單 疊四層疊五層一大堆 我想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們說在關鍵時刻 你到底要聽什麼 在股價最高點 最高點不就是 你最興奮的時候嗎 你最興奮的時候 最容易收到會員 就老師而言 最容易收到會員 我只要跟你講 我明天還有漲停板的股票 推出三檔股票漲停板的 你等著看 盤中就會漲停板 你今天就把手續辦好 趕快進來 我不會講 我當然會講 問題我不會講 我不會講這種話 高點在叫你最多單 那是叫你去死 那不是把你推到火坑一樣嗎 我們常常看報紙很多壞人吧 少女推到火坑 那我們不能這樣做 最高點這樣一追 那不是讓你去死嗎 不是嗎 不害死一堆人嗎 說什麼 那反過來張愛明 是提醒你高點到了 別再追了 我沒有得到會員 我得到好的名聲 那當然這就是 張愛明的一個價值觀 我說價值觀 會左右忍了一生的命運 這我價值觀 從來沒有改變過 高點到了 我就說空頭了 轉空了 危險了 我不會叫客戶最多 這時候其實很好收回 我就要一講 哇 很多人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錢收得很高興 可是违背良心 這種錢我不想賺 說難聽 我不稀罕這種錢 好不好 那我們價值觀 會左右忍了一生 真的 價值觀 會左右忍了一生 沒有錯 我做的事情 本來就規規矩矩的 我不會去跟主力配合 我也不會做一些亂七八糟的事 這是我的價值觀 就像我們說人生關鍵時刻 你要選擇什麼 你要選利益還是選擇名聲 我要選擇名聲 我不是選擇利益 那我們價值觀會左右忍一生 我就舉例 我們台灣很多婚姻師 去大陸被關起來 被判刑 都判得很重 罰款一千萬人民幣 快四千多萬台幣 被關四年半 天啊 那很重 一大堆人 這個都是一大堆 裡面有我的徒弟 有我帶過的研究員 說真的 我也覺得很難過 他們為什麼去會被關 沒有婚姻師政策 有台灣的 沒有大陸的 你現在是講大陸股票 你又不講台灣股票 那你要去講大陸股票 你當然必須有大陸分析師政策 很合理啊 他們沒有考 第二個 找的公司不是合法的 證券投顧公司 大陸只有八十一家 我們台灣比較多 大陸就八十一家 那你老師 你又沒有政兆 你又公司又沒有政兆 兩個都沒有政兆 當然抓去關 很正常 被判刑 所以我們說真的 很難過 因為這些人 我們都認識 那你先想看 投資朋友 那詹明也去了 那我為什麼不會抓去關 因為我有政兆 我考過大陸的分析師政兆 我是台灣 第一個考過大陸分析師政兆 而且上電視的分析師 這是我當時上電視的 這個畫面 他上他們大陸的接盤 我是考過大陸分析師政兆 才去的 我在合格的 大陸的經管會 他們叫證監會 認可的 證監公司三番 那我當然不會被抓去關 你合法你來抓我幹嘛 你抓去抓非法的 你抓我合法幹嘛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就是我的價值觀 我沒有考上 我不會去 我要去之前 我就考他們大陸的證照 這就是價值觀 所以很簡單 我碰到一個時間 有人抓去關了 張老師你怎麼沒事 老朋友有關係 你放心 我們不會做違法的事 我要去大陸 我就考過證照 我才去 問嘛 要證照 要合法的公司 我大陸證照考過 我去找合法公司談嘛 不然我就不會去 這就是價值觀 懂意思嗎 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關鍵時刻 你到底要選擇什麼 你要選擇名利 還是要選擇價值觀 你的名聲 我不會做壞事 所以我當然要選擇名聲 我不會為了利益 不擇手段 好不好 所以大盤關鍵時刻 我一定跟你講 高點到 我不會叫 為了收穫 也不擇手段 張明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那我相信 今天很多人 才跟你講 哇 今天又漲三百點 哇 好高興 含著眼淚 戴著微笑 赔快死了 哇 好不容易 哇 很難一點 好高興 有什麼好高興呢 還不是泡了亂七八糟 有什麼好高興 對不對 所以我也跟你講過 一個問題 叫子律力 子律力是不存在的 你看多少人 多少人 在跟你講子律力 多少財經頻道 在跟你講子律力 多少分析師 在跟你講子律力 張明跟你說不存在 這鬼扯 騙人的啦 沒這種事情 超好是你這樣好像 這個你要高職業的 你的會員你就受不到 因為我說職業不存在 我寧願講真話 我不要受這種會員 你是要參加 我要高職業的 你找別人 沒有這種事 你不要被騙了 我會跟他這樣講 為什麼這樣講 職業率 都怎麼樣 快4%了 股價跌那麼多 股價跌就超過你的職業率了 請問怎麼職業率 你告訴我 怎麼職業率啊 你怎麼保護股價 你沒辦法保護股價 還有什麼職業率啊 不是嗎 那才跌17%而已 還有跌更深的 跌超過5成的 你看這個配多少利息 職業率多高啊 有用嗎 投資朋友 股價來到一年的底點了 有用嗎 跌快6成了 那請問你怎麼保護 這股價6成的下跌 你沒辦法保護股價下跌 哪有什麼職業率 進去就死路一條 不是嗎 張愛銘跟你講的是真話 航運股最好 獲利最多 可是股價一樣漲不動 哪有什麼職業率 富八銘 配18塊 哇 你說不斷創新高 對不對 結果呢 結果股價跌1000塊以上 跌超過6成 說怎麼樣 就算他配你18塊 來你告訴我 你怎麼保護這1000多塊的下跌 我給你18塊 你給我1000塊 你會很高興嗎 你怎麼高興 賠1000了 為了賺18塊股息 賠1000了 那請問職業率在哪裡 沒有職業率可言 你沒辦法保護股價下跌 沒有職業率可言 有人說老師 我可以空單避險 空單沒辦法全避 因為除息錢要 農卷回補 所有的避險一定是反方向的 所有避險都要成本 農卷避險 期貨避險 選擇權避險 什麼不用成本 你成本弄進去 搞不好就3 5% 你還什麼6% 資利率 鬼扯 所以我跟資利率不存在的 懂意思嗎 你要看懂 這個更重要 股神系統跟你講 空頭你就避開這6成 你不要再讓什麼資利率很高 不要傻了 你赶快来告诉我 选赏一千万 到现在没有来领 没有这种方法 直立是骗人的 是假的 不要傻的 懂意思吗 所以张爱民常常跟你讲真话 或许我没有这样 因为这样而做到生意 也没有关系 很开心 对不对 看到我每个都很尊敬我 路上我都看到好朋友 都很尊敬我 好 所以我说 在人生观念时刻 我要选择名声 我要选择讲真话 就像 我接下来讲这件事一样 来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当你看完这个新闻 你会觉得他最有应得 为什么 什么汉光演习 我们这也是造型的 汉光演习 什么官兵飞翰 接下来进去 去大吃海鲜 你看这个新闻内容 这个绍江贪路两千八 你看完这些标题之后 你会觉得这最该硬死 该死 这活该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标题 都可以很负面 很糟糕的 汉光演习 什么官兵飞翰 军官跑去大弹海鲜 什么一大堆 贪路两千八 看完之后 你就该死 可是看完之后 我跟大家想法不一样 因为这个人我认识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知道这个人 非常的勾矣 勾矣到说 大赛都没头战 就这么勾矣 所以我知道 他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我就问他 怎么一回事 他就跟我讲 原来如此 所以很简单 这时候 你看这个人 就是当时的男主角 他升少将的时候 你看 英俊了 这可以当偶像剧男主角 经过七年 贪污罪的一个追诵 老骨口 变老鸣 头发都白了 你看司法追诵是很可怕 最后被判刑了 我当然觉得很心疼 他在总统武进生少将的时候 你看多英俊 现在是 整个头都白 都变白毛 变老鸣 真的很可怜 我们国家 好不容易 花三十几年 便宜一个少将 用两千八百块 就把他干掉了 这当然我觉得 很不公平 我也是军人出身 好 那你们看这个 来 逆子 就是母亲把妈妈杀了 而且把头砍掉 判无罪了 那请问 有没有恐龙法官 你告诉 有没有恐龙法官 当然有 怎么会没有 所以不要以为 法官判决就一定是 百分之百 不会错的 那如果是这样 就不用冤逆赔偿了 法官判都不会错 那干嘛有冤逆赔偿 不是吗 这叫李斯科 我们年轻的时候 抢银行 台湾第一个抢银行 就是李斯科 那李斯科最后被抓到了 抓到之前有个案外案 叫王盈贤 王盈贤就被当做 那个抢劫犯 就是被当做李斯科 结果被抓去 虐待 酷嫌 结果他受不了 跳河自尽 李斯科的踢死鬼 其实李斯科 抢银行 就王盈贤 先被害死 所以有没有严谈 后来一个电影 叫大道李斯科 有这部电影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最高法院每年更审三千件 打回来 判不好 打回来 所以法院的判解 不一定是对的 你不要 法院判解 法官这圣人都不会错 不一定 我们有这个假设之后 我们在推论 就有答案了吗 所以我帮他做很多事 我帮他找很多资料 国防部长怎么解释 加特金 我们就帮他公文来看 研究 最后我帮他做一个记者会的稿 我帮他做了四张纸 让他反案 第一张纸 加特金谁走了 原来正战主任老婆 跟两个小孩来吃 这三个人来吃 他做百姓 法官说这百姓不能吃 最后把他判刑 那这个会议谁着急 刘德金 指挥官着急的 懂意思吗 所以最后我帮他做这个图卡 他说宴会不是我发起的 我是被邀请的 不是主任 吃掉这三个人 我不知道也不认识 是圣战主任的家属 何销不是我 指挥官批的 有神经术师我可以承认 但是我没有贪污一毛钱 这是他讲 最后这记者我跟他讲 你要站起来 口袋掏开 一毛钱都没有贪到 你的口袋里面 最后呢 大家社会议论开始 哇 原来韩将军 他并没有贪污 这个吃饭的人 也不是他的家属 是别人的老婆 那怎么他去判刑 法官就这样认为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最后呢 最后我就要他争取这些 他在声明 这都记者会讲 只有南立委去见差案承请 好多立委都去了 帮他承请 绿色的帮他开记者会 替他声援 还有呢 法官这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台大法律系教授 教刑法的 他刑法很多法官的导师 他说法官忘了圣经条款 因为他觉得判得不对 韩将军的案子 判得不对 这不是我讲 这是台大法律系教授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不是吗 原来社会大众注意到了 这法官是恐龙 乱判 同意是吗 要不然陈志宏教授 怎么会这样讲呢 这台大法律系教授 教三四年教授 都是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你好像真的 其实不是真的 但是真的跟你讲真话 有几个 不多 不是吗 最后 最近有15个上将 45颗星 来帮他声援 到立法案去 到监裁案去声援 说真的 15颗星 这些都是当过 几乎都当过总司令的 他每一生中 批过多少加菜金 一看这个案子 这个不应该他负责 这个法官乱判 不懂了 女法官 没当过兵 那你看最近 舆论方向完全都变了 你看最近舆论方向 每个都声援他 舆论方向全部都变了 通知了 韩家军应该是被重判 应该没那么重 就算有罪也不肯那么重 舆论方向完全都变了 甚至有人把男主角点出来 今天报纸登出来 有没有 这个 假张 仲裁 真张 重放 这假的 被重重罚了 真的 犯罪人 逃掉了 这报纸登出来 他这边 哪一个是男主角 就他 立法院正正前文 资讯他 这公文 是不是你批的 讲清楚他不敢讲 讲不清楚 男主角 他召开的 他批的公文 公文他批的 这公文是他批可 那为什么 最后韩将军扛罪 所有听到 每个人都说不可能 这不合理 不应该这样搞 我也问过很多当过兵的 我本人就是当兵 我上校 我是一科梅花退伍的 我很多同学都将军 我问他 这应该参谋长来扛罪吗 不甘参谋长的事 参谋长建立 指挥官批功 稳护权者 每个军人都知道 最后为什么女法官判决 应该 这个韩将军来判决 反正这个指挥官没事 这就是鬼扯 所以我们社会上 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那我觉得不对的 很简单 我具有一个正义感 我就帮他翻案 现在最高法院要帮他更审 要帮他这个发回重审 这个检察中长要提起非常上述 社会重视的 就对他不公平 现在误二战争 大家军人很重要 你要保家卫国 你要培养一个将军 三十几年他培养一个将军 两千八百块就把他干掉了 而且不是他贪的 口袋一毛钱都没有 口袋一毛钱都没有 这不是我贪的 那为什么把他中判了 说你不承认 我没拿我怎么承认 最后大家觉得这个判决有问题 没错 就把他退掉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帮社会正义发声 我觉得非常荣幸 我们最后 这个案其实可以没问题 就说加财金下来 最后请人家吃饭 最后怎么样 如果你用特资费资 就没有罪 最后用加财金资 所以法官觉得有罪 法官觉得有罪 就是因为指挥官批加财金资 那如果你给他批特资费资 就没事了 就没罪了 那批的人是谁 是指挥官 那为什么 韩将军来扛罪 他批用哪一个方向资 批加财金资 韩将军扛罪 批特资费资 韩将军无罪 他批 他可以决定 别人有罪没罪 那也没经过他同意 你也没告知 最后怎么判他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不对的 最后当然这事情犯了 我非常开心 好 这是我的好朋友 韩将军 这是佐吉官博士 说真的 我都觉得 能够做这些 社会上正义的事 就是非常好的 打官司 律师真的很重要 你找错律师就完蛋了 做股票 分析师真的很重要 你找错分析师就完蛋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股市最安全的路 就是跟赢家同行 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赖的ID码 你可以加入搜寻 有任何问题发上来 留下电话 赞名又回答你 把时间交给停卷 好 那么更多操作 现在关会来 继续再请赵一铭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东森粉丝 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赞名会尽速 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赞名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讲迪密码 进步的各国解析 再来请教赞名老师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说真的这个新闻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你看完新闻跟股价 好像是完全180度 来看一下 利器店产能满载 产能满载 好不好 第二个 毛利51% 说真的这个 几乎比台积的还要更高了 做十块赚五块 那不得了 毛利51% 下半年还会更好 哎呦 吓死人了 那请问利器店的股价在哪里 想想看 这样的话股价在哪里 应该是这样 找上去对不对 没有 不是这样 你想的基本面不是报纸灯的 也不是在新闻里面的 不是这些东西 懂意思吗 也不是你看到这些东西 为什么 哎呦 那怎么这样 为什么这么好 从挂牌到现在 以前那个利金 好 挂牌到现在 哎呦 跌37% 在低档整理 对啊 毛利51% 为什么跌37% 你没办法结合起来 懂意思吗 为什么 股神系统告诉你答案 就是空头格局 从挂牌到现在 就是空头 现在还没走完 空头格局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找答案 我跟一下 你把所有的 宇宙翻一遍 还不一定有答案 因为答案在股神系统 你们很清楚 空头格局 好 相关的 比如黄冲蕾 还有艾浦 这个也是要跌五层的 空头格局 好不好 技嘉 发力多 两个力多 来 技嘉 哎呦 怎么这样 股价在半年低点 所以你看那么多力多 做股票有用吗 没有用的 好不好 台股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台币升值 这波从27块半升上来 升值幅度大概5%了 升得很严重 升值以后 当然代表国家竞争力率退 央行要采紧缩政策 这我们台湾的央行 很不好 中国上海坚持清零 清零会怎么样 清零就很多封城就来了 昆山上海封城 昆山是我们台商大本营 然后大概有80家公司 在那边被封城了 封城又薪水照付 工厂没有人上班 哇惨了 工厂没有人上班 薪水照付 大概有80家台商 所以我们说问题很大 这样影响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成本会扒几条 所以这个对将来 电子股是非常不利的 中光电影开始发新闻 看好4月份的吃货 这次的封城 最快都要到5月 5月结束都5月10号了 所以想想看 电子股这样跌 搞不好是在反映这个 四条局限全部往下 三个死亡交叉 当然很不利 电子股好戏早就走 我才跟你讲 没错了 有讲 2月20号就讲 不是抗跌就不会跌 搞不好抗跌会跌更重 将来跌起来会更可怕 懂意思吗 雪片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片是无辜的 聪明的人 自以为聪明人 在股市里面是赔最多的人 不要忘记 我们要死亡更不怕 整个坑够够走 股市最安全度 永远就是跟赢家同行 小鼠 25006999 这是我赖带的电码 加入之后把问题发上来 电话留下 赞明一定会回答你 把时间交给听权 好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介的分析 这个有加证券 我不当之才无类的关系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赞明会尽数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赞明会尽数回答你 谢谢大家